那我這個因為不能播放 所以我就這樣很快的go through一下 那我個人就是目前在中央資工 副教授這種兵 那我為什麼今天要來這裡 我想介紹一下我們這些做系統的教授們 想要在一些教育上有一些改變 那為什麼 所以這個到底是誰的錯 為什麼資工系的學生出來不會寫的 當然有 這一頭落空啦 包括是我們 我先講就是我們這些學校的錯 因為我們設定了一個 能夠有多遠的入學的方式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覺得你想追求念研究所這條路 也許你很厲害不需要那沒關係 那個人的人生選擇 但是比如說你想要再進一步追求 那中央也好或國立大學有這麼好的環境 你可能因為不想去補習 不想去背那些東西你進不去 所以我們希望從我們這個系先開始 當然做一個試點 未來看能不能成功 讓別的資工系所覺得 其實整個過程應該這樣做才是對的 所以我們在明年的中央製工所的軟體工程碩施班 我們有就是在年底增視 我們會大幅改變這個增視的方式 第一個 第一階段你還是有個就是書面審查 很自視 不過我們希望你能夠給我們 你做過了什麼東西 那第二階段你來的時候 我們會有個上級考 這上級考的提醒比較偏向業界 我們有傷請JSERB大大能夠參與出題 對 不過 我不知道各位想來解他的題目的話就來報名 對 那另外一個管道就是因為 有一些比較偏遠算法老師 他們也舉辦這個CPE很久 那雖然說會解遠算法的題目 我們不認為一定會做系統 不過至少他是會Coding的 這個是我們的希望 那我們的Vision就是說 在學術界總得也有人起個頭做一些改變 那希望建立一個風氣就是說 你資工系的學生本來就是要Coding 不然你念資工系幹嘛 可以的 可以當教授 對 那 對啦 不會Coding可以當教授 寫論很厲害可以 我快要被Cut掉了 所以 借這個機會我也希望就是說 把這個CodeCup或什麼 其實我相信各位你如果還是學生 你很多大學同學可能都不知道CodeCup 這些社群 這些包括Open Source軟體 他們其實接觸的很少 大概結束 Q&A如果 我應該相信沒有Q&A 不過各位 還有一分鐘 還有一分鐘 一分鐘就是說 我希望這邊各位能夠幫忙推廣一下 那也許你今天就是一個城市很厲害的人 那你今天也剛好大師 或者你知道你有大三 你有學弟 大概快要進入這個階段了 那告訴他們我們有這條路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這些學生能夠專心進來 就從事實作 然後做出一些讓全世界驕傲的台灣人寫的軟體 就這樣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fir크 總要在打雜誌 詞還王